好 那我來看一下就是這個 大頭罩的部分 那麼大頭罩的話呢 其實各位我們Photocab有個好處叫MIT的 所以在這一塊幫我們做得比較好 做得比較好 那我們來找一下我們這個Photocab 你可以隨便找一張都可以 假設我拿這一張也可以 可是你不用先開 因為我們在上面呢 他有幫我們做好就是比較常用的 比如說像剛好同學在練習這個寫真書啊 說圖頁啊 這裡就有一個大頭罩有沒有 好 他現在6.0有新增加一些東西了 那我們就從大頭罩這邊開始 你可以直接用新的編輯就好了 他有一個很大好處 他有幫你做說明 好 你看看呢我們新版身份證的話 像這邊他都有寫有沒有 比如說4乘6 4乘6一張我們一般洗4乘6的話 大概是可以洗幾張大頭罩 如果你洗2吋的可以洗8張 如果是1吋的可以洗10張 那也可以混搭 我不知道各位用到2吋比較多還是1吋比較多 我自己好像用到2吋比較多 好那可是呢我們洗一張4乘6大概是多少 7-11100塊以上的話免運費 1張是4.5 那最便宜的我現在看到的啊 應該是在那個中國醫藥學院那邊 1張4乘6好像差不多1.5還是1.8 差很多齁 但是你從台北到那邊也不好算嗎 只是說這個價格差很多 一般來講你看如果你是洗一張大頭罩 洗一組大頭罩是幾張 大概是4張或8張對不對 但是起碼啦 在台中來講至少60塊嘛 所以平均起來 一張小小的大頭罩最少15塊 但是我洗4乘6比較大張 5塊 差很多齁 所以其實 你如果多的話就 那個量多就差很多了 那你可以選好 看你是要這樣1張2個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各位 本身一次假設洗8張 福建理用那麼多嘛 跟別人一起洗就好了 反正剩下的 等到你下次要用就來不及了嘛 因為找不到嘛 常常都這樣啊 如果你有照他規定是最好 有沒有 6個月內進照 有嗎 你平常有這樣做嗎 沒有嘛 我搶到就不錯了 還要6個月進照 所以你可以找好之後呢 你就按確定 好 OK 然後呢 你就告訴他你的照片在哪裡 有兩種方法 一個呢 是從上面 載入照片 從這裡 載入照片 自己選好丟進來 一個呢 就從我們下面 剛剛下面那邊直接多上去也可以 好 所以看你要用哪一種都沒關係 我假設從下面丟上來 按著丟上來 有沒有 上面一張 然後呢 呃 這裡一張 好 兩張 但是如果你這樣交出去 他就會告訴你 你這生活照片 哈哈 但現在要用的是證件照 所以呢 因為大頭比例不一樣 所以你看我點到第一張 你看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 他有一個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小頭 虛線的小頭 對不對 你那個頭就是我們證件照的那個頭 所以你把我們的黃色的框框 把它縮小一下 把你這個頭 對準你照片裡面的頭 哦 這樣比例就剛好 那好玩吧 然後幫你我們做這種 好那你 另外一張怎麼辦 你就到照片這裡 選擇第二張 好照片這邊 選擇第二張 你再回到圖層這裡 外面這裡就變了 有沒有 這裡就變了 這個地方跟以前舊版本有一點不一樣 舊版本的話 它是直接有 就直接看得到 那新版本要 跑到照片那邊 再切換第二張 一樣你把這個地方就 縮小 把你的 虛線的頭 對準 照片裡面的頭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看一下 我們現在 這樣頭的比例 就會比較接近 當然最好是正面的 甚至如果 我們現在 拍那個證件照 它都有給你光碟 或那個磁碟片 你直接用那個數位檔案 就連 做這個動作都不用 對不對 好 那如果好的 我們就可以來這邊 把它做輸出 左上角那裡 左上角那裡 有一個輸出 有沒有 在這邊 你就可以把它做一個 輸出的動作 好 輸出 好 但是呢 它很聰明喔 它告訴你說 欸這張 好像怎麼樣 血息度輕微不足喔 所以它有點小哭臉而已 哈哈哈哈 所以它還蠻貼心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要洗 假設各位要洗 四乘六的話 我們會比較建議 至少要三百萬相處 會比較夠 四乘六的 但是洗大頭照 就不用那麼大 可是因為它真的解析度 比較低 只有720乘720有沒有 這真的小一點 因為這個同學 他是從 FB上面抓下來的 哈哈 欸各位 如果你們有在用Facebook的話 請不要把那個 當作你的 數位相片的儲存的地方喔 因為你上傳上去之後 它就會幫你縮小 所以 等你以後想要拿出來印的時候 就來不及了 好 這個是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它會自動縮小 因為不然的話 那個頻寬會佔很多嘛 所以它一定有幫你 有上傳上去之後 就自動縮小 好 所以這抓下來 會比較差 那它都會幫你做提醒喔 好 那如果你確定 今天要買 你就不要說我了解就好了 好 這樣就出去了 就看你要存放在哪裡 預設的話呢 它會放在這個 西草裡面叫photo這裡 好 你可以檔案名稱在這邊 檔案名稱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自己決定 那比較特別的是 等一下我們跟各位介紹一個格式 叫png 平常我現在是比較常用這個 大部分大家都比較常用jpg 對不對 可是jpg並不是一個最好的格式 因為怎麼樣 jpg它本身會壓縮 而且是屬於破壞式的壓縮 破壞性的壓縮 所以呢 你越存越存越存 每一次都再存一次 它就一直壓縮一直壓縮 品質就越來越差 越來越差 那麼你只要用下面這三種 它都是比較屬於不破壞性的壓縮 檔案會大一點點 大一點點 但是就是說 它原汁原味就保留的比較好 好這個是 跟各位說明一下 所以如果可以有大部分就是 拍的時候用jpg沒關係 你看點到jpg 有沒有發現 右手邊有壓縮品質 對不對 你即使壓縮到百分之百 還是有壓縮啊 只是壓的比較少而已 好 所以這個是 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比較特別的是 這裡還有叫保留 ESRF 有發現了齁 這裡有ESRF 你知道這是什麼資訊嗎 你只要是數位相機 還有各位你現在用那個智慧型手機 只要是有拍照的 都有這個東西 你智慧型手機甚至還有什麼 你的GPS定位 對不對 如果你有開那個功能的話 所以 你在拍照的時候 你已經不用告訴人家 你在哪裡 人家就知道這一張是不是真的 哈哈 因為你人有在那裡 那這裡面ESRF 就是我們數位相機裡面那些 廠牌啊 光圈快門啊 你拍照的時間 地點就是GPS嘛 對不對 那些都已經記錄在裡面了 那如果說你做出去的檔案 你希望保留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勾起來 把這個勾起來 那這樣那個資訊就留著 不然的話一般來講 我們影像處理完 那個資訊就會被丟掉 所以你就看不出 這是所謂的那個數位照片的原始檔 這個是各位參考一下齁 你如果這樣那出去的就沒問題了 那多個人怎麼辦 就是你放多張進來就好了 以前他有一個批次處理在處理大頭照的 現在不用 就是直接都在這裡 同一個功能裡面直接做 比如說你辦公室裡面可能 十個啊二十個啊 大家就 一個人會就好了嘛 收一收啊 然後就拿去洗 然後老闆就跟你講 我們沒有洗這種 哈哈哈哈 他看你拿一張來的很辛苦 你還拿整個辦公室的 都不用錢 這他比較有錢的啊 比洗那個 比洗一般照片好賺啊 所以我們家那邊 現在台中市的規定 你如果是這種自己排好的 拿來洗 他現在也收了 但是怎麼樣 五十塊 因為我們一般是六十塊嘛 啊你自己排吧 十塊你賺 他還要賺五十 但是有些啦 有些他就不收 有些又不收 這個是各位可以注意 事實上各位如果仔細看的話 我把它放大 你有沒有發現中間那個分隔線 他都把我們做好 那個裁切線啊 所以其實是蠻貼心的 所以這個是給各位看一下 大頭照 你該怎麼去做處理